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你們要好好喝 是喔 有沒有好喝 真的不錯耶 沒有 我們照相 好透鏡喔 高手 有用... 買了個香水 你幫我聞聞看好不好聞 好... 那是一個有用的請舉牌 他會覺得就要去摩鐵了之類的 其實你看是以前 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個年代好像滿老耶 就是我們以前感覺是 好像三十歲才開始拉警報 對不對 會擔心說 我應該要步入人生的 另外一個階段 我要結婚 我要生子 再晚的話會不會太晚懷孕 對身體不好 然後就很想要趕快 把自己推銷出去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耶 在日本他們現在有 二十九歲症候群 二十九歲就在拉警報 對啊 為什麼要提一早 不是現在已經到三十八了嗎 那是太晚嗎 沒有 覺得大家現在 對啊 沒有這麼緊張吧 都晚會了 而且我們這樣講完 這邊不是有一位來賓 會超緊張的 在冒冷漢的時候 我剛剛被雞公糧了嗎 妳是雞公糧吧 對 可是二十九還很年輕 花樣年華在緊張什麼 對啊 現在二十九 有人想要嫁嗎 沒有啊 在日本真的有人 非常地瘋狂 在意這個二十九歲症候群 那之前就有個網友 他就講他姐姐真的很瘋狂 因為就到了二十九歲的時候 他就瘋狂地換男朋友 瘋狂地約會 瘋狂地聯誼 甚至覺得說他自己會嫁不出去 是因為媽媽沒有嫁 一間留我家給他 還跟他爸爸媽媽說 那你們要給我一棟房子 這樣才有人要娶我 所以他整個已經走火入魔 到一個境界 我覺得他是太瘋狂了耶 因為他可以不停地瘋狂 換男朋友這件事情 表示他應該本身條件還可以 對啊 對不對 還是他其實沒有在挑 但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這麼地焦慮 這麼地緊張 所以我們可能也有一些網友 也正面臨到這樣的問題 今天就要好好的來 跟大家來討論一下 如何讓我們 對 而且是走向幸福的 康莊大道 沒錯 所以我們先來問一下 教主好了 對 立東大哥 立東大哥 所以你現在是沒有固定的 女朋友嗎 不是 就是他們覺得 我的女人緣不錯 很好 就是女生會喜歡 我跟你講 我們兩個的生活 真的完全沒交集 但在我的生活圈當中 我無時無刻會聽到身邊的人說 立東怎麼樣 然後晚上要去找立東 然後立東又有一個趴什麼的 你剛才讓我生氣的 有一次我載何宇文回家 然後我辛苦 對 我載他回家 然後他就說 我今天抽到一個垃圾桶 就是上節目拿到的 我就說好好喔 我也好想要那種電動垃圾桶 然後他就說 我不能送你 立東當新家 好 立東 快點教教我們 在男性的角度怎麼脫 他可能覺得垃圾藝人 配色配垃圾桶 垃圾桶 其實垃圾桶是在刁他的 真的 那你總是有脫單的方法吧 對 比如說 拓展你的交友圈 多約去一些比如說 唱歌 對 KTV的場所 然後我就想說這樣子 這樣OK 而且最後我再來一個 霸氣買單 對 還要加這個就對了 那你這個要口袋很深才可以 一開始就先投資 先不管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你可能在中途 看到一個漂亮的女生 你想要認識 可是在最後的時候 中途他就會跟一個 不知道誰 比較帥的人他就會 就走了 然後我買單 買單 越買越孤單 你剛剛不是說 所以你要試試 你發現這個沒用之後 後來我發現 因為我開始說 我的大學同學 他有一個軟體 就是LINE 他們那種交友的群組 我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有分地區的 然後他後來 他就認識了一個 有漂亮的女朋友 然後我就趕快 我也使用那個 你也使用 當然 他有分區域 然後我就遇到一個女生不錯 然後聊天 聊得也滿來的 然後有聊天 然後越來越認識彼此 然後開始 就是也會約出來怎樣 然後到了第三次 他就開始說 他最近心情不好 他媽媽那個生病 過病在床 怎麼那麼不巧 對 你那什麼亞洲教族 沒有 沒有 他還拍那個 拍著他媽媽 過病在床的照片 而且他也沒有借很多 他借兩萬 就是那種 那你有借嗎 小兒代款這種重錢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借了 我就匯給他 可是我匯給他之後 過幾天他就開始 訊息也開始不回 也讀不回 然後甚至後來他就 他就 為讀未回 他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 因為那算了啦 我們來問一下李妮好了 你這個弱的教旨 你這個弱的教旨 對啊 我都說我有付出 那被人騙的經驗 那李懿怎麼脫單 你應該很好脫單吧 沒有 因為我以前 對江南投這件事情 採取隨緣的態度 可是剛開始進來這個圈子 就是做模特兒圈的時候 有一陣子是在購物台 然後那時候 我還住在桃園 來台北的時候 我就不想開車 我就覺得有時候很累 我想要睡覺在火車上 可是我關在這裡 我根本就沒有辦法 認識人啊 或是我要認識什麼人 因為我每天都要趕火車回去 是 坐火車 火車上遇到不是 就是 對啊 好嘛 榮民伯伯 榮民伯伯 最好就是戰場 對 應該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說 好 那我知道了 我開車來上班 可是你開車不是更沒機會了 開車 假車禍 開車禍 是真榨財 我是 開車反而有機會什麼 比如說 認識了一個人嘛 就覺得他還不錯 然後我就會說 那沒關係 我可以先送你回家 因為我開車 我要送他到 車上 任何地方都可以 車上是一個 詭異的氣氛 對 然後 單獨 有多少事情發生在車上的 大家都知道吧 之前有一個 地質系 你知道他對石頭 就是很有研究 很有了解 然後我開車載他的時候 我就會故意問他一些 石頭的小知識 是不是我根本就不想知道 有任何石頭的知識 你好偉大 就是石頭 石頭干我什麼事 你可以說 你看看我這裡 好像有結石 這裡 這是眼神 為什麼要這樣 對 而且這位置 很討厭的 石頭嗎 對 也是石頭 對 然後 你知道他就是那種讀書人 他就很認真的回答 很長一篇給我 然後工作結束 我真的就打瞌睡 就打瞌睡 可是我覺得 頭疾索奧是真的應該要 因為那時候我怎麼拐到王醫師的 也是因為那時候 他就是大家在風靡棒球 王健民不知道第十五勝 還第幾勝的時候 我們開始在約會 我也是都假裝我都很知道 打到哪裡 對 然後就是 那你會先研究嗎 當然就要先研究 我妹妹他們都在看棒球 都趕快先跟他們問好 明天可以聊什麼棒球的話題 然後他就覺得說天啊 這女生太難的了 居然會有女生喜歡跟我研究棒球 對 而且你知道棒球 因為要在美國打都有時差對不對 所以台灣大概都是半夜兩三點 在打 至少要約一起看 所以就比較有機會 我還有一些空姐朋友 真的抓狠招 那以前的主播朋友 他們就是覺得二十幾歲 還好吧 我沒有能力 幹嘛一定要結婚 就會講大話 然後他就到三十五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開始慌了 然後有一個朋友 他就開始先帶一個紅線 然後你知道這一群時髦的 年輕女子 他們居然就團購起紅線 因為他說這個紅線 就是會帶來好運 然後會找到另外一半 然後什麼什麼的 他們就真的假的 然後而且那個很貴一條紅線 是好萊塢的品牌 好幾千塊 真的假的 而且超稀喔 有一陣子很有名 對 可是妳有朋友 因為帶了紅線成功嗎 其實妳就去小海城隍 沒有求月老綁一條 也是一樣的 那一條十塊吧 但是其實我覺得婚禮 是不是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因為婚禮的氣氛 婚禮很不錯啊 但是妳要看妳身邊的朋友 要是都是又高又白又瘦 又漂亮的話 妳盡量不要跟他們站在一起 對 壓力很大 就會變得妳自己變得很 壓力很大 有比較有傷害 對 就是有比較有傷害 再加上 婚禮最多的那個事情 是我有外景節目的事情 而且是美食外景 妳只是是又黑又胖嗎 又黑又胖 再加上 因為妳美食外景節目 妳是什麼都吃的 妳什麼都吃的時候 其實妳身上的味道會不好聞 因為吃東西跟身上的味道 妳有沒有發現 有一陣子我大量就是吃一些 炸雞漢堡的時候 妳一下就會很臭 真的 我跟妳講 馬來西亞有一種臭豆超有名 可是吃完之後 妳真的尿尿會臭 對 就是尿尿臭 然後妳的汗會臭 所以我們要趕快問一下 營養師 營養師剛剛說 也有去求過紅線是不是 對耶 所以我只有四百塊 從南到北都去求過 沒有成功了嗎 我放棄了 那既然放棄了 先來教一下我們怎麼吃 可以讓我們的身體 起碼有一種油內外散發的 香香這樣 因為其實像剛剛提到 就是會流 因為人會發生 就是有一些體味 就比較不好聞 可能是流汗 那有一些可能會是私密處 那我們先從流汗的部分來講好 其實以流汗來講的話 其實有研究去發現說 其實妳攝取 它可以讓我們身體的一個味道 是會比較散發出香味的 美 對 美就是 哪些食物有美呢 譬如說像我們的 堅果類 堅果 杏仁 核桃 或者是南瓜籽 葵瓜籽這一類的 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蔬菜 就是 它就含有美 那譬如說像空心菜 餡菜 這一類的食物 所以說你可能 準備要去約會的時候 不要讓自己的體味太重 你就可以多補充 那一個禮拜就盡量吃這些 對 其實你看 堅果跟蔬菜 對 然後另外在水果類的部分 可是可以補充一些像 柑橘類的 對 像柳丁 橘子 葡萄柚這一類 它也可以讓我們的身體散發出 就是比較清香的味道 香蕉也可以 那像有些私密處 有些人可能悶住 那其實我們減少我們陰道的一些 不好的菌蟲的發育的話 其實你就是可以吃一些 蔓越莓水果的 蔓越莓 或者是說 蔓越莓乾也可以嗎 可以 但是要無糖的 如果有糖的 它反而也是會有糖之後吃 對 它會有那個細菌的滋生 或者是補充一點鳳梨 鳳梨 對 它會讓我們的 我有聽說鳳梨會讓 那個妹妹 真的假的 然後才會吃洋菇 會讓妹妹變很臭 還有蘆筍 還有蘆筍 蘆筍 妹妹也會變臭 對 應該是說蘆筍跟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那些蘑菇香菇 因為它裡頭有成分 它就是會在我們體內 留得比較久 你剛剛講完好想回家 吃一顆鳳梨是不是 吃鳳梨會香 我以為只是 會比較旺而已 沒有會香 太有趣了 很香 但是至少 我們的私密處那些菌 是比較難長的 所以我們那邊 就會比較清爽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